正在焦點要看到立法院凱議士炮聲隆隆 針對近期的驚嚇海域逐漸升溫 海委會主委管閉領 卻把這個專案報告的名稱 從撞船改為了取締事件 也引發國務長立委是一陣炮轟 那除了沒有關鍵的密錄器畫面之外 還傳出中方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曾經一度要求臺灣的海巡 要到中國來接受訓問 那麼海巡署也趕緊滅火了 說跟中方溝通之後 事情已經劃解 三分鐘報告完整個爭議 海委會主委管閉領語帶無奈 內政招委高精素媒當面開酸 陸委會主委邱泰山同樣難逃炮火 立委內政委員會堅持要用撞船字眼 而不用取締事件 讓海巡署不能接受 也讓整場會議炮聲隆隆 海委會證實當場只有一個V8攝影機 缺乏密錄器關鍵證據讓事情更加棘手 面對連番指責的同時還驚爆中國方面竟然在談判中提出要求我方海巡人員到中國接受訓問的無理要求 海巡署副署長證實一直都在溝通 顯然中國身為加害一方卻還想刻意從中操作 我方海巡監守前線立法院卻為了專案報告名稱炒成政治風暴 恐怕無助基層執法事期 記者李洛同廖海誠採訪報導